一連三天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星期五在北京結束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和總理李克強 都在會上發表講話 會議沿用上星期中共政治局定出的方向 首次將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罪擴張 列為未來一年的重點任務 會議說反壟斷、反不正當競爭 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 國家支持平台企業創新發展 增強國際競爭力 支持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共同發展 但同時要依法規範發展、健全數字規則 要完善平台企業壟斷認定、數據收集使用管理 消費者權益保護等方面的法律規範 會議強調要加強規制、提升監管能力 堅決反對壟斷和不正當競爭行為 金融創新必須在審診監管的前提下進行 至於其他明年要做好的工作重點 包括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 增強產業鏈供應鏈自主可控能力 堅持擴大內需、保障糧食安全等 而在全面推進改革開放方面 提出要深入實施國企改革三連行動 優化民營經濟發展環境、要健全金融機構治理 促進資本市場健康發展、提高上市公司質量 打擊各種逃費債行為 大力提升國內監管能力和水平、完善安全審查機制 重視運用國際通行規則維護國家安全 會議指出為了適應新發展理念和格局 必須加強黨的全面領導 善於用政治眼光、觀察和分析經濟社會問題 將黨中央決策部署 觀設到各方面的經濟工作 會議說明年是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 要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 王冠政策要保持連續性、穩定性和可持續性 要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 保持對經濟恢復的必要支持力度 政策操作上要更精準有效、不急轉彎 會議說未來外部環境存在很多不確定性 世界經濟形勢仍複雜嚴峻 要增強憂患意識、堅持底線思維 提高風險、預見、預判能力 厭密防範各種風險挑戰 內地早前盛傳中央會對所有互聯網巨頭 採取限制措施 今次明確提出要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罪擴張 是否標示著中央要正式採取行動呢 內地分別與內地的經濟和政治學者談過 他們有不同的解讀 經濟評論員就認為當局是想提醒民企和外資 如果要繼續分享紅利 要學會在新的大框架下發展 至於政治學者就認為 是反映了官方對資本家的不信任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將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罪擴張 列為明年的一個重點任務 有經濟評論員說 當局是想提醒民企和外資 如果要繼續分享紅利 就要學會在新的大框架下發展 中國的資本積累以後 怎麼在黨和政府制定的大框架下運營 是他們面臨的新課題 過去野蠻生長 有比較大的彈性空間和灰色地帶 但是未來它肯定是在一個框架裡在推動 它會要求中國完成原始積累的一些互聯網巨頭 去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 隨著互聯網應用 它完成了財富的一個大分配 但是這種財富的大分配 實際上有很多地方 它體現了割韭菜的特徵 就是普通的人 更多的人 弱勢群體 其實沒有分享到轉型的紅利 但是他擔心政府對市場干預過多 反而會造成灰色地帶 當政府出手干預的時候 地方政府那隻有型的手 伸得過場 會形成一個灰色地帶 我們缺少依法治理的能力 在一些地方 它成為中國社會最大的問題 不過有政治學者認為 雖然會議表面上強調的是經濟秩序 但實際上 反映了官方對資本家群體的不信任 吳強認為華園集團前董事長任志強的案件 某程度上加強了這種不信任 謝謝 謝謝